那你说想要这个人呢 他到底是你此生的灵魂伴侣还是双生火焰 还是他就是一个业力来源呢 那灵魂伴侣跟双生火焰 我就在影片里面抽到的时候 再跟大家讲区别是什么 选择你有感应的牌卡 那我们就直接解牌啰 第一组牌卡呢 我们来看一下呢 你说想要这个人到底是业力关系 还是灵魂伴侣 还是双生火焰呢 那我们来看一下关联性 那我们看看他来说一些什么样的话 如果是业力关系的话 当然就是因为前世今生有各个灵魂的连结 就代表是有前世灵魂 你们有好几世的灵魂已经就是纠结在一起 有很多很多各种的磨焰哦 那如果是双生火焰 代表你们的两个人 爱的关系会比较自乐啦 那我会把它归于业力关系哦 那如果说是灵魂伴侣 就代表持生呢 你们有可能是家人朋友啊 或者是各种的关系 你们是一起 他是来引引你 教会你某一些事情 让你的人生不要跑偏 然后去得到一个能量的滋养哦 好吗 那我们就抽奖子好了 好 我已经知道他是你的谁咯 这边看到的是 他是你的灵魂伴侣 为什么呢 因为他说的第一句话 他的灵魂呢 告诉你的是 谢谢 有你陪伴的每一天 你不在 我心会烦 有没有 我多主动一点 也没有关系 来 因为他给你的能量都是 Peace Peace的 然后甚至有一种 为你守护 所以他就是灵魂伴侣咯 那没有身份的占有欲 最可怕 极度没有安全感 不受控的情绪 各种的胡思乱想 最终成了自己厌恶的那种人 好 彼此加油 我们分享着 变成一个更好的自己 所以我刚才就在前面说了 我们呢 今天说如果是灵魂伴侣的话 他是来引引你 然后让与我们两个人 成为更好更好的往上走 所以呢 你所想的这一个人呢 他是你的灵魂伴侣哦 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这一个灵魂伴侣呢 此生呢 你跟他 这一辈子的功课是什么 跟你们该如何 跟这个人相处 跟你们两个人 会走到什么样的 最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张牌 果然我们说是灵魂伴侣 那第一张牌 通常我们抽到的教皇牌 代表什么 教皇牌呢 教皇牌代表的是 知识的引领 跟知识的传达 对吧 那我们就来解释一下 教皇牌代表是什么呢 教皇牌呢 代表是这种精神的象征 对方呢 有可能是你的老师 他能够带给你的 是心灵成长 所以你看 这是一个很诡诀的事 前面就已经说是灵魂伴侣了 这一边也抽到的是一个 精神上 给你一个鼓励 他是心灵上一个成长哦 那他代表的是 伦理道德的规范 所以如果你们是交往很久的关系 恭喜你 代表你们两个人 跟这一个人会进入 婚姻关系 而且哦 是一个传统式的婚姻关系哦 所以这一个人 如果你要抽到开放式的关系 几率比较低 他一定是来跟你确定关系的 不论你们现在是暧昧 或是曾经分手 这一个人呢 当时候跟你之间的相处 他要走的是什么 谈恋爱的 所以他是要来跟你结婚的 甚至于呢 我们还要说的是 可是他很重传统 所以如果反而是你跟他说 我要开放式的关系 你不给他感情的over的话 他相对于之下 他就会抛下你哦 所以你想一下 如果是分手锻炼的人 你们是不是因为在于 纠结这一些 传统与非传统之间的状态 去做了一个吵架 而有所导致于彼此锻炼 那还在关系中的人 恭喜你啊 因为什么皇帝牌啊 提供的是物质的生活的责任 可是教皇牌的义务是提供 心灵上的方向 以及引导 所以也代表有一种 你跟神父 或者是教母 去做一个连结的 那一种能量很强哦 所以这一个人一定是 你的灵魂伴侣 甚至提供于你 心灵上的引导 跟方向 所以符合了我们说的 我只抽一张哦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呢 他会用他的经验 来去跟你做一个分享 那最后面你们的感情会走到什么 节制牌 是太阳牌匿位了 好 节制牌 正位代表是什么 你们两个人是寻求 关系中的平衡哦 所以就代表说 你们两个人需要 学习的课程是什么 理解与沟通 已经说你们是灵魂 伴侣了 所以你们应该在很多的灵魂 的理解与沟通的过程中 非常的吸引 即使你们两个人 成长在不同的背景哦 你们还是很吸引 可是呢 这张牌卡告诉你的是 你没有办法一眼瞬间就认定 哇 你是我的灵魂 有一些人是一眼认定 但这张牌卡不是一眼认定 而是需要时间的相处 长时间的相处 才知道适不适合继续下去哦 那你们两个人需要什么 彼此的体谅 度过这个母合期 所以如果你是在跟他是暧昧 暗示你们内在的灵魂 以及外在的 现况还在做一个融合的动作 所以即使你们有断眼的关系 也代表这一切的经历 都是磨合 你们如果能够度过这个坎 你们两个人才有机会 继续走下去哦 所以明白了吗 你们这一个灵魂伴侣 所需要的是什么 进化 也就代表你们要成为 彼此能够进化的 比如我今天遇到的事 透过于跟你说话 我的能量都得到了一个进化 我们常常说嘛 当你有话说出口的时候 你找到一个人他愿意倾听 你就是得到了从恐惧中解脱出来哦 也就是代表说 这一个人出现是要让你知道 暴风雨过后 仍旧有那个彩虹 他会带你 进入到一个宁静 以及祥和的状态 所以这一个人他要的是单纯 你们两个人好好地配合 你们的业力呢 就是完成了 好不好 那再来呢 就是最后一张牌了 来 看到了太阳牌 我也就代表这是要你们的经历 你们两个人经历可能有时候会有一种乌云造顶的关系 把太阳给遮住了 那多多少少 我们说人的相遇一定会有一些课业跟业力嘛 那这个就是给予你们之间的算是一个课题 你们两个人最后没有在一起 就是要做迟来的成功 你们只是暂时的进行的一个消沉 也许你们过程中会有点辛苦啊 故作坚强啊 不够于满足 所以太阳牌博人在这 因为他都属于正向的 你跟这一个人呢 即使遇到了阻碍 辛苦了一点的话 你会值得的 因为仍旧这一个状态是会成功的 也许我们两个感情在过程中有一些失落 可是宇宙要告诉你的是 直到你们得到了 才发现不是自己想要的 所以会导致于你们不满足 你们只要呢 能够像孩童般那样简单的感觉到快乐 不要去追求生活中的物质欲啊 或是什么的 你跟这一个人真的是灵魂的相遇 只要你所有的积极或消极 你所有的消极的情绪 其实都是暂时的 只要付出 继续的保持这一段关系 继续努力的话 你们两个人终究 即使他是你 你的成功还是会来到的 所以恭喜你找到了一个灵魂般的伴侣 如果你们的关系发展还在继续 恭喜你们最后面成功 即使你们中间断年了 你们最后面两个人 终究会成为灵魂的那个相遇 他有想过要成为什么 我说灵魂伴侣的家人的意思 所以代表的是 他想要跟你成为的是像家人一样的能量 然后甚至呢 朋友一样 我们彼此之间是 当我们遇到了人生的困难的时候 他会走进你心里 然后呢 引导你们走到最后的方向 直到结束后 也许他有他自己的人类的课题 他自己要去前往 那你们两个不会只有是情人的关系 有可能是情人更升华的关系 他也可以对你产生强烈的化学效应 可是最主要要记得 他是能够离集你 而且可以伴你走过人生高地祈福的人 他是会跟你密不可分 带给你的是心灵成长 你们可以有共同的追求的目标 以及对于生活有共同的共鸣 在你的生命中他担任的叫做深层次的角色 也就是代表他相对于 不会说一定是重于你的信誉 他比较重于的是你的情感 那当然也是需要一些些的拥抱哦 好啦 那恭喜你啊 这一个人呢 灵魂伴侣是走到最后的人吗 正常来说灵魂伴侣只是来教会你成长的 可是这一个人因为我们最后面 不论正逆位呢 太阳牌就代表成功的意思 也就代表这个人有机会你跟他是结婚的对象吗 答案是yes的 因为交往牌在这里哦 所以不要觉得寻找 灵魂伴侣是一个坏的 坏的状态 真正的灵魂伴侣呢 他会接受于你所有的缺陷跟包袱 无条件的爱你 也就是代表灵魂伴侣最终就是我们人类 大家想要追求的欲望跟连结 跟最后面能够疗愈你一生的人哦 恭喜你终于找到一个灵魂伴侣 因为他要说的是什么 谢谢有你陪伴的每一天 因为我们怎样 比起加油啊 我们分享着 然后呢 变成一个更好的人哦 好啦 喜欢我的牌卡呢 记得给一个赞啊 是不是 那我来帮你解释一下 这张牌卡是要给你们的神谕卡 如果你们两个人不论 不论是不是在关系中 神谕卡都要来疗愈你 来更有信心的跟这一个人 继续的往下走 那我们这张牌抽到的是什么 Lucky is on your side 所以就代表幸运一直在你的身边哦 所以呢 以遇见这一个人宇宙告诉你的 你们都是彼此的幸运 不论发生什么事情 他都会让你的脸上露出微笑 所以相对的 不论你们的关系如何 请你也对他 露出一点点微笑 射手座的心悦 代表的是什么 情绪即使低落 的乐趣将会重新的开始 所以就跟太阳牌一样 即使逆味了呢 他都会重新的开始 而且你们两个人 要充满的是冒险的精神 如果你愿意跟这一个人 再多冒险险的话 小心一点点 不要把全部的堵住在这里 反正啊 命运之路人呢 仍旧是会转动的 你必须要透过呢 跟他交换 这个伟大的想法 跟你的思想 就代表 请你不要隐藏自己的想法 就放胆的 跟这一个人沟通吧 你们两个人 即将会有一个 新的爱的旅程 将会即将的来到 你知道没有 你们是灵魂伴侣的连结 他呢 带着你是拓展 你的世界观 而且记得 这张牌牌就是 请你多笑 只要笑的话呢 你们两个人的 学习 以及教程 就是绝渣实际了 来有没有 这个教皇牌出现了 我们是做一个 互相学习的 不要心胸狭窄 好呢 就是恭喜你 你已经开始 跟这一个人的关系 会做一个幸运的转变 最终你们两个人 最近看到的是 有机会成为 结婚啊 家人之类的能量很强哦 所以你找到的是 灵魂伴侣 喜欢我的拍卡 记得给我的赞 如果呢 这些拍卡 没有办法解决你的问题的话 留言加订阅 可以获得20分钟 免费的占卜 记得截图 私讯给我 如果说你们有一些能量啊 就是有一些有经济困难的话 follow我的instagram 或是facebook的话呢 我呢 特殊假日 我都是张张有奖的 神域卡那一整天 我都会帮大家 一人一张 然后解决你们的烦恼 是免费的哦 赶快抽起来 跟follow起来吧 那我们下次影片见咯 拜拜 第二组牌卡呢 请问一下呢 你问的这一个人 他是你的灵魂伴侣呢 还是你的前世今生的 业力的人呢 或者是双生火焰呢 等一下我再来 抽到牌卡 再告诉你 区别哦 好不好 那我们就直接抽牌咯 就是用他的灵 去告诉于你的话 然后我们来判定 他是前世今生的业力 还是双生火焰 还是灵魂伴侣呢 来 我多主动一点 没关系 你不在我 心烦 这怎么跟 进外一张牌卡 好像哦 谢谢有你陪伴的每一天 这边看起来 已经是 灵魂伴侣咯 好不好 大家好 来 我们来看哦 灵魂伴侣如果变得有一点点的痛 那就是双生火焰 来 给自己一些时间 原谅做过很多傻事的自己 过去都会过去 该来的都在路上哦 我在别怕 有空 你说我在听 聊天变短了 电话也不常打了 对于彼此好奇心减少了 两个人就这样 渐行渐远 所有的分手 都是由于矛盾累积的哦 所以啊 你们这张牌卡是 本来是灵魂 灵魂伴侣 然后慢慢慢慢的 怎样看起来在相处下去要走向的是双生火焰咯 我们先说哦 灵魂伴侣啊 他不会只有呃 只有一个人 然后灵魂呢 通常就是会有好多个灵魂伴侣 可是双生火焰只会有一个 那我们通常都会探究的是什么 灵魂伴侣跟双生火焰有什么不一样 我这边看到的是 你们是灵魂伴侣 升华成双生火焰 你就在表白 然后我们应该要彼此理解 然后带领我们更加的成长 灵魂伴侣正常来说是 我今天发生的生活困难的时候 你会引领我前进 所以有没有 谢谢你有陪伴的每一天 来他会愿意去倾听你 甚至去了解你的灵 然后疗愈你 我再别怕有空你在我说听 可是啊 经过了一些时间的累积 你们长时间的矛盾 有没有 原谅做过很多傻事的自己 过去就过去该来复杂 所以你们开始的能量 去做了一个复杂 两个人怎样 渐行渐远了 来灵魂伴侣的模式是什么 我们说嘛 双生火焰需要的也是理解 那灵魂伴侣也是要理解 可是差别于在于哪里 好吗 来 灵魂的宇宙呢 它相对于你可能拥有几千个灵魂伴侣 因为它的目的呢 是在帮助于你的灵魂进行进化 然后变得更好 然后有所成长 它是来帮助于你怎样 你前进的 你前进的 然后听 不论是在你的灵魂进化 或者是你的功课 知识 肉体 灵性能力上 心智能力 情绪上面呢 它都会做一个协助 然后把你往上走 但是呢 双生火焰是相反哦 双生火焰出现在你的生命中的时候 它会让你对于关心的核心价值 制造成混乱 所以混乱是不是来了 矛盾 渐行渐远 或者是做过很多的杀事 这个能量呢 就是我们说的双生火焰 双生火焰呢 它代表的是什么 是一种 反正灵魂都是一个没有物质的形成嘛 那双生代表的是 这一辈子你没有化成生去转世 而是在彼岸协助于彼此哦 也就代表它是你今生遇到的灵魂 然后一起从双生像两条平行线一样 我们一起从 我们两个都在彼岸 但是一起到对岸的能量哦 所以双生火焰能真正的在一起嘛 也不是说不行 但是一定会经过断联 一定会经过分开 一定会经过 经过一些矛盾 然后你们两个人会一直反复的反复的 在彼此的折磨有虐待似的关系 才会是双生火焰哦 明白吗 那有时候人家说 我觉得它是我双生火焰 为什么我们总是 总是那个分分合合的 因为呢 现在你们的状态是 你们的灵性的DNA 还没有相同的指引 所以呢 你要成为双生火焰的 前提过程是什么 是要先从灵魂伴侣开始 所以也有人说啊 双生火焰是灵魂的卫装 所以我刚才有没有说 灵魂伴侣它一开始是 但其实它是双生火焰 因为呢 在进入到双生火焰的时候 它会先从灵魂伴侣的卫装 出来之后 也就是说 以你先上钩 最后再来灵持你 有没有 所以我说的是双生火焰 会有虐待的关系哦 好啦 那你们两个人就是双生火焰 应该没有什么好 我再去多余的诉说了吧 对不对 那我们来进行抽牌 你们这一个双生火焰的过程中 最后面呢 你们会不会在一起哦 好不好 大家好 来我们来了 同兰双胞胎 我们来看一下 你们两个呢 感情发展的状态 他是来成就于你什么 跟你们两个人的感情 将会走向什么境界 魔术师正位 恭喜你啊 看到了魔术师正位 我觉得其实 有今天会来抽这种 灵性能量的人 大部分你们两个人 本来都是要走向结婚的 你抽到这一个人呢 恭喜你 今天只要你要 他可以的 他绝对全部都变给你 他全部都满足你 因为他是魔术师 他充分的准备好了 而且他充满的机智 机智创造力跟沟通能力 他甚至可以带给你人生 充满的有趣跟浪漫的场景 而且他可以跟你另外一半 跟你的良好的沟通是 是不会断点的 那可是因为就是代表 一开始的时候 他先怎样 我在啊 别怕啊 有空我听你说 好不好 所以就代表 他怎样 多主动一点 没有关系 他刚开始对你的能量 肯定就是 非常的主动 你要说什么啊 就什么啊 他都是配合你的 然后呢 他代表的是什么 如果你们是暧昧关系 他也是愿意跟你 有一个新的能量的关系展开 而且他觉得你有独特的魅力 所以张牌有行动力 除了沟通行动力之外 他一开始对于你 他都是非常的主动 好 这张关系非常的主动 然后你们两个人之间 如果是刚开始的能量 记得主动对于男说 是一件好事 那因为我只要抽 简单一点 那我们看一下 我们关系发展 他有球会不会在一起 或是走向哪里呢 出现了 权杖舞逆位 你们有沟通的两个 终究是走在一起的 审判牌正位 来 你们会经历什么 权杖舞啊 权杖舞代表是沟通 所以你们的精神业力 课题在于沟通 我们说灵魂伴侣也就代表 来我说了 说话啊 分手累积矛盾啊 也就代表沟通能量啊 吵架啊 都是因为这一些 只能说 记得 过去就让他过去 然后两个人呢 需要的是好奇心 来我们说 权杖牌也代表好奇心 魔术是也代表对于一个人 有创造力跟好奇心 所以你们两个人缺的就是什么 小心新鲜感过去了啦 还有 某种程度呢 如果说你们今天是网路交友 没有见过面 要小心有一些时候 诈骗集团的能量在哪里 可是 我撇开了 我还是以正常的关系来说 如果要诈骗 还是要找我抽一下 因为太多网路诈骗 隐藏在里面 也是双生火焰啊 有可能你们真的是灵魂 就是想与他来骗你的 OK吗 因为这张牌代表 有诉讼 诈欺跟真直不休 跟彼此之间 没有组件 缺乏个性的矛盾感 所以你看 一模一样的牌卡 都出现在这里 矛盾 所以你们长期累积的矛盾 造成 那一种 你们的状态 变成为了吵而吵 而为了意气用事 去争个输赢 而不代表说 你们是真正的 有建设性的 去提议彼此的关系 往更好的方向前进哦 所以你们两个人 如果今天遇到 控制自己的愤怒 并且妥占处理冲突 才有可能 让你们的关系往前进 所以不论你们是分手锻炼 或者是关系中 要注意吵架 就是你们的能量 有一个人必须要去 控制好自己的脾气 才能够妥占的 把这个冲突给解释完 可是最终呢 你们这一个 双生火焰 会不会走在一起 会 灵魂未装饰 在刚开始 最后面来的就是 一个审判的 我们说审判牌 代表什么 是缺境关系 你通过了很多的考验 当然啊 有一些人会说 思考的要不要分手 可是大部分呢 你们最后面的结局 是当你们两个人 双方会把过去的能量 讲得一次清楚 虽然过去的都过去的 该来的都在路上 你们需要一点时间 只要你们讲清楚的话呢 透过一个 大能量的改变 其实你们两个人 是会结婚的哦 可是呢 如果说你们 没有去做一个调整的话 那相对于之下呢 你们将会 美好 不好的结果 但大部分 这一个牌 有代表复活 所以如果你们 是分手锻炼 你们的感情 是会复连复活的 那这一个 也代表是结局 你们会有结局的 你们将会有一个觉醒 那总能量 就代表成验收 也就代表你在过去的努力 终于要开花结果了 天空吹起的 这个号角是这只鸟 也就代表象征于怎样 过去的种种已经死了哦 过去的都会过去 该来的在路上 所以不论你们做了任何事情 都要原谅做过啥事的 不论是自己 或者是别人 这些东西还是需要时间的 这些矛盾的 释怀跟见行见语 最后面终究是会复活的 过去的事就不要再提了 只要透过于反省 因为这张牌有反省跟回顾 他会反省他的所作所为 你也会反省于你的所作所为 最后面的选择会透过评估 只要你们愿意再付出这个机会 你将会得到 跟这一个人 最后面也是一个好的结果 如果你有跟他 有很多来不及解释 或他误会你的事情 你将有机会 会有跟他做一个解释 因为这张牌 还是会有一个因果关系 也就代表 你们的这一个能量呢 除了灵魂伴侣跟 双生火焰之外 你们还是有一种 业力的关系哦 也就代表你们灵魂 不会只有一世的相遇 是有多世的相遇 可以看一下我另外一个 前世今生的拍卡 可是最后面 你们会不会在一起呢 答案是 恭喜你 你们的努力呀 跟过程 最后面终究会开花结果 可是这个过程很重要哦 必须要把事情讲清楚 然后过去就让他过去了 好吗 所以呢 这张牌才是最重要的 最后面呢 他还是会在于 你的灵魂伴侣 以及双生火焰中交织 因为你们还是有业力 所以这一个牌蛮中和的 给自己一些时间 原谅 做过很多杀事的自己 过去都会过去 该来的都在路上哦 我在 别怕有空 你说 我在听 所以这一个人 一直都在守护着你的 好吗 只要你 他也会主动 所以你不用担心 因为他有说嘛 我多主动一点 没有关系啊 所以如果你们还在等待的话 所以不论你们的关系如何 就算断练也会重新的联系 那如果说你们今天还在关系中 你们会有一个即将开始新的关系 我有说嘛 结婚 或者是确定关系的往前进哦 好不好 你们会进入 进入一个新的承诺的水平 最重要的是什么 每一个人来找你都是有原因的 不会只是为了一个短暂的时间 如果你跟这一个人 现在关系做结束 你不用紧张 现在是一个在正确的时间结束 你不要抗拒 因为这张牌也有代表说 之后呢 对方会衡量 你跟他之间 跟别人之间的需求之后 他最后面又撞到一个双赢 宇宙说 你将要等待的答案 将会来到 所以就代表 如果是分手断练的人 这一个人是会主动的来找你复联 而且你们关系会做一个确认 然后去讲清楚 才知道到底要结束 还是往前进 已经在关系中的人 记得 冲突的矛盾 去做一个释怀的话 你们两个人最终呢 他就是最终结婚的那一位 跟在一起的那一位哦 而且是长长久久的 他还不错 他会满足你 你所有你想要的 因为终究是这样牌啦 我在 别怕有空 你说我得听 他会终究 不论灵魂 或者是肉体 都是守护着你哦 喜欢我的牌卡 记得给我一个赞 如果这些牌卡 没有办法解决 你的问题的话 留言加订阅 可以获得20分钟 免费的账卜 记得私讯给我 才能领取哦 那再来就是 follow我instagram 或者facebook呢 有很多的抽奖 给一些经济有障碍的人 或者是你可以看一下 别人都会困 那张张都有讲 不用担心 特殊节日呢 我就是会那一天 就是大放送帮 需要帮助的人 一张牌卡 就解决于你们 翻来覆去多日 没有办法解决的困惑哦 那我们下次影片见 拜拜 第三组牌卡呢 请问你要问的 这一个人呢 他到底是双生火焰 还是灵魂伴侣 还是他就是 那个前世今生的 业力关系 还是他三者都有呢 刚才就有错了 一个三者都有 我们来看一下 当然是用他的灵魂 然后去勾勒出 他所说的话 最后面我们再抽 你们的方向跟结果 跟课题业力哦 我们来看一下 你所想的 这个人呢 终究呢 他跟你是什么样的关系 前世今生的业力 还是说 是灵魂的相遇 你这张牌一直软QQ 不要靠出卖 一个人的隐私 这个时候就要开始往业力走咯 好不好 如果你们觉得我抽的牌 出入你们可以去看看别的牌卡 真的是有落差的 好不好 来我们来看 都抽完了 你们两个人是业力的关系哦 因为明明算不上吃去 因为你看起来怎样 不能把花亲自给我 也没有关系 希望你在路边看到漂亮的花 也会拍照传给我 热闹的时候就没有空想你 果然就是业力关系嘛 业力关系就是那种 我们两个人 一直好像命运之轮一样 在那边迂迂回回的 好不好 我越想跟你在一起 越也不需要你 这个人很矛盾 对很多人抽到这张牌要吐血了 热闹的时候没空想我 但他又越想要跟我在一起 越想在一起 又说不需要你 然后又说你不算失去 不要靠出卖一个人的隐私 好 自在的关系随时都在为你充电 就算不在身边 也一直是你的归属于后盾 所以你们就是一个 我们说的强大的业力关系 完全没有灵魂 没有灵魂伴侣 没有双生火焰 就是一个业力的关系 什么叫做业力的关系 就是怎样 你前世怎么对我 我今世就要怎么对你 我明明很想要跟你在一起 可是我没空想你 我就是来折磨你的 那有双生火焰的能量吗 因为这边他一直不需要你 人家双生火焰至少会怎样 至少会有一点觉得 好像想要跟你的世界 有种跟你灵的连结的DNA 会两个灵魂是完整的啊 对不对 如果说硬要说有双生火焰 是有一点点啊 好 我们双生火焰是同一个灵魂 存在不同的肉身 可是我这边不觉得你们的灵魂 有相遇在一起啊 我怎么觉得你们比较像是 我们是两个地平线 但是我却要紧紧抓着你 折磨你跟虐待你 虐待你的关系 比较会像是前世今生的 援近在座 对不起啊 你们没有灵魂相遇 也不是双生火焰啊 你们是伪造成双生火焰 但是其实呢 是真正真正的本质上 你们就是前世今生的 来讨债的能量啊 来我来说一下 前世今生的能量是什么 如果你对灵魂伴侣 跟深山火焰有兴趣 那你就去看其他的牌卡好吗 因为你的抽到这一个人 就是前世今生来讨债的 好不好 然后忘了喝那个孟婆汤 然后他远远的一眼就认定你了 所以呢 当你想要跟这一个人 确定关系的时候 他却反而就远离你 所以就代表他让你爱而不得 得而不爱的爱情 就是这一个 前世今生的人咯 好不好 那只能说 前世今生的能量是代表怎样 成世如梦以善心 弥补你们曾经的缺憾 也就是代表 人有累世的转世的能量 你的灵魂离开你的身体之后 发现当时候的成世恍如一梦 可是呢 你还是非常的痛苦 所以而导致于 你们无限的轮回的灵魂 进入到此生的肉体 还在受事件中的苦难 因为你们要学会 释怀的是心中的那一个怨恨 也就是代表 前世今生呢 你们两个人有其中一个人 辜负了彼此而导致于 为什么今生是来还请 前世今生债的 所以才会变成热闹 他就没空想你 可是他又越想跟你在一起 他又要自在的关系帮你充电 然后他希望你一直成为 他的归属跟后盾哦 所以啊 就算你不能把花亲自给他 也没关系 希望你在路边碰到漂亮的话 你排队 可以拍照给他 可是他却说明明不算失去 但他也不需要你 这一个人呢 他就是要呈现就是说 今天反正就是呢 我不论对你多糟糕 你都要爱着我 就是这么的简单 还有就算我不分享给你 我在忙 我觉得你烦 但你还是要继续的跟我讲 你在干嘛 好吗 所以这一个人 无时无刻都希望 你可以自己抱他的 你自己的心中给他 可是他不想告诉你 他的心中 你才不是 我才不是你男朋友 或不是你女朋友 可是呢 他心里面却很渴望 你能够多关注他一点 来 噩梦牌出现了 当啦 就说这一个人 是前世今生来讨债的家伙 所以前世今生牌出现了第一个 你有没有曾经做噩梦梦见他 肯定有 他也有没有做噩梦见你 肯定有 你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有没有来 这就是一个前世今生能量的牌 非常的严重了 宝剑酒代表的是人世间最深的恐惧 我们刚才说前世今生代表的是 你们曾经以前前世的灵魂的恐惧 跟怨恨带到此生的关系 所以呢 有没有 这一个女生她被这个梦魇答的时候呢 她觉得非常的被受困扰 又非常的绝望 那宝剑酒就是叫做噩梦牌嘛 当人困在梦魇的时候 她是不知道自己有如何出入 所以你就会被困在这里 困在这里 所以她就一直说 就算不在身边 也会是你的归属感和后盾 所以她就是一直停留在你这里 好 所以啊 这一张牌呢 就是代表你跟这一个人的相处 只能不断的承受绝望 然后苦苦的挣扎 要后面有觉醒的时候 才知道原来睁开眼 你就不再被恐惧所缠绕 所以我们就会说 你是什么关系呢 就是前世今生的能量啊 有时候悲惨的事情 不会直接发生 她有可能在你的心里面 午夜梦怀的时候 在做噩梦的时候 让你产生担心焦虑恐惧 过度敏感的绝望会在梦里面 因为呢 这一个人来 就是要让你伤心的 那我们看你们的关系 最后面是怎样 会怎样走 如果让我伤心 我们两个会不会在一起 有些人说我宁愿甘愿伤心嘛 对不对 你们的牌要比较多 因为我们有业力牌 好不好 好来我们从这张牌 因为我是赵顺序这边 来 你们两个人 相对于之下 灵魂 我就说你们不是灵魂伴侣 所以女祭司逆味 有没有 姐有在说 没有在糊弄你 那我们来看一下 女祭司逆味的原因是什么 你们需要去克服 这一个女祭司逆味吗 女祭司逆味 这会代表其中有一个人 特别的钻牛角尖 而且冷漠 初心情绪化肤浅 所以有说嘛 冷漠嘛 所以冷漠会是 他的程度会比较大 因为热闹就没空想你 想跟你在一起 又说不需要你呀 算不算吃去呀 不要出卖自己的意思 他把自己的能量心藏得很深 他不愿意告诉你哦 他是拒绝第六感 也拒绝忽视自己心里面的声音 所以呢 你会说 既然我们是前世今生的能量 他怎么没跟我讨债 因为他知道你想还 你已经上钩了 他就跑给你追 所以他是拒绝 去听那个历寨的声音 但他知不知道 你跟他之间 有冥冥中注定的缘分 他知道 但他故意无其耳朵 他不愿意去面对 所以他反而呢 你追着他 会用谢斯底里的情况 把你推开 甚至他很容易紧张 神经意识用事 而且非常的极端 他对你的表现就是人末 甚至呢 跟你之间原本可能 进入到一个关系 他就会对于你产生 就不给你 不给你身体的能量 去尽你的欲 最主要原因 因为他太过于担心了 太过于担心 跟你之间的相处 未来怎样 他其实很害怕失去你 可是他又 他又默默的推开你 然后呢 可是你们的关系 最后面会走向如何 你们的关系会走向 越来越好 可是你们呢 相对于之下 比较像是属于 可能没办法成为家人 然后比较像是 会一起克服之间 所有的障碍哦 好不好 所以啊 你们两个人最终呢 是能够克服这个障碍 比较像是 如果可以 你可能跟这个人 建议不要锻炼 就才会是真正的功课 那我们说 逆位牌转阵 就是你们的功课嘛 对不对 你们现在看不到 任何你们两个人 会在一起的迹象 好不好 那这一个是一个 钱币 钱币水虫 他在爬山 所以也就代表你们的关系 会非常非常的慢 那有一些人可能就会先 从哪一个地方开始 进行这个能量 开放性关系 好不好 他觉得你们两个人之间呢 他在思考你们之间的责任 以及价值 他其实呢 是会带来给予你好消息的 即使你们现在关系 不论如何 他其实还是有对于你 产生非常非常的好奇的 如果可以的话 你们两个人可能会有一些 财务上的接触 然后呢 或者是相对于之下 你们前面可能 如果你们前面的论识 是比较不OK的 可是你们后面会趋于平缓 或者是你们现在是 是断联的关系的话 他其实现在状态是很冷静 甚至呢 他也觉得跟你之间有关系 他到时候呢 你们两个之间还是 要像圣杯皇后一样 就是彼此要学会的是 温柔 善良公正 同情于彼此 然后有智慧 也就代表你愿意 跟这一个人表现同情心 即使他给你不好的状态 只要你们理性的思考 支持他 向他咨询 然后给予彼此能量的一种的回馈 是温柔体贴 只要你信心足够呢 你心动的梦想是有机会被实现的 那我们看得到嘛 你们两个人呢 就是最后面有可能也有断联的能量 因为我也有说嘛 你们两个人之间会有分分合合的能量 因为他是来虐待你的 好嘛 可是他想要跟你之间的关系是怎样 希望你们的障碍都能克服 你们障碍是能克服 那我已经不用说了 那我们最后来说克服了以后你们的关系是什么 跟你们的客体是什么 来 你们最终呢是权杖式逆位 然后跟什么 钱币吧 你们两个人会有工作上面的关系 也会有成为家人朋友的能量很强 你要说到结婚吗 我觉得比较像是同居啦 你要婚姻的契约 可能你们两个人会经历很多 不见得要绑住 你们要有勇气 其实你们两个是可以克服障碍的 那我现在就直接把障碍跟你们说哈 来我们说权杖式逆位的时候代表你们的基础很薄弱 也就是代表你们两个人 就是在于毫无准备你们的关系还不够于稳固喔 那除了外在环境以外 就是他内在的自我的不安全感 你们两个人彼此都在寻求如何的 找到彼此停下来的方式 就代表你们两个人的不安全感都非常非常的强 然后会导致于无法满足 从没有办法感激对方 也就代表与其与求啦 所以才会有这一张牌 有没有 他也不需要你算不算失去车 他很想跟你在一起 却又没空想你 好吗 那我们把它变成真伪 就代表你们的业力是什么 你们两个人需要有一些情谊的萌芽 基础要劳实而扎实 懂吗 因为我说这边有开放性能量 所以你们会有那一种能量 反而是先聊性而连结 可是宇宙要说的是 你们两个人最终需要的是什么 一起与众人的心力完成一段丰收 所以如果你跟这个人认识 你一定也会认识他的朋友 你们两个是有所连结的一群人一家人 去打好基础的往前进 所以你们两个人要怎样 落实朋友圈跟家人朋友在一起 你们就有机会走在一起跟结婚 好不好 那我们说 钱币八逆位代表是什么 钱币八也就代表说 本来你是没有在他的人生蓝图 但是你闯而进来了 那他比较虚荣 他也容易受挫 而且他比较懒 他对于这段关系 他没有那么的专心 也合理 因为钱币今生的能量 就代表你爱而不得 你想要当然他不要给你 但宇宙说你不用担心 你不要担心因为失败而失去希望 只要你愿意的话 来你把它转正 你只要愿意就是努力的去 这段感情的付出 你们两个人机会 你是有机会得到的 只是说这一个感情 我有说他要很慢的去扎底 缓慢而扎实 所以你要脚踏实地 也就代表这一个人 你不是什么一两天 就可以猛烈的追求 你要比别人更加于付出的多 然后甚至细心的经营 你们两个人才有机会 得到这份感情 那也要小心的是什么 你们两个人也有可能 因为彼此工作的关系 而让彼此的能量越来越远 所以才会有这一张牌 自在的关系 随时帮你充电 即使不在身边 也是你的归属感跟后盾 最主要是 就是你们的互动能力太低了 如果可以的话 记得去多跟这一个人 就是分享自己的生活 你就是抱自己的心中 但他不见得会抱给你 可是慢慢慢慢的 你经过努力 你们两个人是会在一起的 而且一定要落实 你们不能只能流于网络 只有你们的世界 你们是要有重能的力量 去把这事情绑在一起 如果你们要绑在一起 是工作也可以 所以如果你们有工作的连结 或者是同事的连结 或者同一个游戏兴趣的连结 那恭喜你们两个人 就断不开哦 所以你们两个人 应该找彼此的 共同兴趣跟连结性 一起旅游啊 或者是一起什么都可以 因为你们是 来一起克服障碍的 那也是 所以你们的灵魂就是这样咯 所以前世今生这个业力 看起来是可以修得好 再来就是看你的耐心够不够 因为这张牌卡 是要很长时间的去来往 一朝一夕是没有办法确定的 对于梦想充满信心 不要放弃 所以如果你正在锻炼中 你要放弃这种感情 宇宙说你不要放弃 因为你跟他之前 故事是没有结束的 不论现在发生什么状况 都是在前进的脚步当中哦 最后面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有啊 我说啊 你做到全场期 最后面不论结果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好吗 如果说现在还不行 也不用紧张 因为故事还没有结束 你必须要继续努力 不论你想要什么 你都无法采取实际的行动 因为你要花时间去思考 你所提出来的问题 要如何的去完成 所以就代表你跟这一个人 要有一个有效的步骤的资讯去 有充分的理由 得到这一个人 所以这一段关系 你要继续下去修成好的原因 因为我们前世夜叠的关系 导致于你断不开 无法停止的想念他 然后跟觉得就是放不掉这个人 爱死他了 好 这一个人需要非常有积极的结果 你会有希望 只要你保持信心呢 不论是你们任何的关系 现在看不到梦想没有关系 因为不代表他没有实现 你不要回头 只要往前进 所以这个事件 事情的一个展开 你保持耐心 挖的更多一点 然后更有一些些的勇气 最终呢 恭喜与你们两个关系是 会修成正果 会成为什么 家人朋友伴 但一定要落实 落实哪里 落实生活圈跟家人圈哦 因为你们两个人是前世今生 有好几世灵魂 必须要修成的课题哦 好了 喜欢我的张谱 记得给我一个赞 那如果 这些牌还没有办法解决你的问题的话 记得留言加订阅 可以获得20分钟免费的张谱 Follow我的Instagram或是Facebook 可能经济有困难的人 或是想要看别人的回馈的人 Follow起来的话 不定期的特殊加入 都会有免费的抽奖 那张庄有奖的一天 就是专门一张牌卡 就解决于你们翻来覆去好多 好多日子睡不着的 的解惑啦 好啦 那就我们下支影片见咯 拜拜